歡迎回到前面百分百 說到這個臺股 最近這樣的喋喋不休 真的是讓投資朋友心揪在這裡 持股的部分 如果持續的在震盪 甚至有壓力 要不要續爆 一直在想等反彈 等得到嗎 如果等反彈又開始疑惑 說到底要不要賣 現在賣可能是虧損的 不賣爆久了 是不是都是你的 一張不賣真的奇蹟 有自來的機會嗎 還是說這次 可能就像剛剛惠慈所說的 要小心空頭的反轉 反彈都只是搶反彈而已 那我們要先講 爆股當中 現在哪些個股 讓你爆得可以比較有信心 至少要有底 我們要把這個亂局的持股法 拿來檢視檢視 立刻請阿中哥上來一下 今天阿中哥就教大家 阿中哥救救你了 現在你的持股 在亂局當中有什麼方法可以檢視 我該不該報警處理 報警他 對那其實最近的盤真的比較下跌比較多一些 很多很久不見的老朋友都來找我 然後就想說 找你借錢 到底還有沒有舊 這要不要等 那其實我就簡單教他一個方式 你就把三條均線拉出來看 看他的長相 是 那其實大盤待會對照一下就知道了 待會我也會談那個大盤的均線 請就把五天十天跟二十天三條均線 拉出來看 我想均線的概念 大家應該都有 就是平均成本的概念 如果一檔股票 例如說我們看這個惠陽好了 剛才這個惠慈有講到 他就還是一個多方的這個狀態 我們上面這一條就是五均 然後十均跟二十均 我們就是今天就看這三條 原則上如果是一個多方排列 而且他的這個箭頭都往上 箭頭往上代表均線 他正在上揚 也就是你過去這段時間 買進成本的這些人 他都還是一個獲利的 那就不太容易會有重挫的狀況發生 那就是屬於一個比較偏多的股票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一頁看到了 兩個多兩個空 那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多方的兩檔 惠陽KY 都是航運的 都是航運跟陽明 那這個也大概就是有點像 這個法人的避風港的概念 他們有一點往這邊跑 那第一個在三條線 開始黃金交叉那一天 大概就是一個最好的買點 所以你往前推 應該在這個附近 那你現在如果空手了也沒關係 那我們之前大家有交過說 如果你在要買的時候 你錯過了最好的買點 然後又出現了黑棒 其實機會就來了 為什麼因為我們看最後一根的黑棒高點 是不是在這個位置 那就是109 那你後續就等這個地方 如果有過他的話 你就可以去追高 那如果沒有 你就一樣 如果又出現黑棒 你就把你的關鍵黑棒往後移動 所以變成一樣是這根黑棒的高點 你有過他的話 你再去買進 當然如果整個的格局破壞掉了 什麼叫破壞掉 就是這三條線 已經不是變成多方排列 他可能是某 例如說五均掉到十均之下 那你就不符合 你可能要稍微考慮一下 所以十均不能破 五均破是短線上可能整理 受到壓抑 但是十日在強勢股當中 是最好不要破 都不要破 就這三條線最好彼此都不要碰到 就維持一個多方排列是最好的 對只要有一個不成立的話 你可能這個股價 那就會有一點往下修正的可能 好這是惠陽的部分 所以三條均線 五日十日月線都是均線上揚的 今天陽明也是 也是有這樣的條件 對其實貨櫃三雄 最近也都還蠻強的 那你看這個陽明一樣 這幾天在昨天出現了黑棒 那今天是開第一走高 他在幾天前 大概出現這三條線多方排列 有這個均糾結這裡 從這邊開始以後 是不是有點發散開了 那一樣黑棒的高點 你看如果這邊最高點是不是沒有過 我們就不追 這個高點沒過 我們也不追 但是就是把它列入到 你可能要換股的名單當中 那一樣你現在出現紅棒之後 你也還不追 因為他還沒碰到這個黑棒的高 所以可能要稍微可以去觀望一下 所以這兩檔 人質上都還是一個偏向多方式的股票 但是這一檔看起來 已經有把這個短均期均線的月線 有給跌破 在盤中的話 這有影響嗎 盤中跌破跟收盤有收上 差別呢 我們不是看這個價格跟均線 我們是看均線跟均線彼此的關係 所以我們是看這兩條 他現在還有一點距離 這都有點距離 就暫時還是沒有問題 OK好 距離還有保持一點漂亮的 有點舒服的距離是好的 社交距離 至少在這裡均線還是向上 這是好的部分 但是也有不好的部分 怎麼看 對那一樣是二六開頭的 其實不是每一檔股票這麼好 那你看像這個是二六三三的 臺灣高鐵 即使我們現在坐高鐵 看起來好像蠻多人的 但他的這個股價 其實就是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他其實三條線呈現死亡交叉 從哪個位置開始 那短線看起來在這個地方就出現了 這個地方 大概是三月底的時候 就呈現死亡交叉 而且這個三條線都是向下走 那目前也都是 所以這格局暫時都沒有改變 那如果你要買進的話 當然你就要分批 像存股的概念 慢慢的買慢慢的買 那你要很有耐心 我們在這個空頭的時候 有兩種買進的方式 一種叫做左邊買進法 一種叫做右邊買進法 然後簡單化一下 大概就是這樣子 例如說股價在下跌 你買進 那這個是最低點 你在這一段買進 叫做左邊買進法 你等到反彈之後 這邊開始買 叫做右邊買進法 所以如果你現在要存股的話 都是屬於左邊的買進法 所以台灣高鐵可以存股嗎 在這種空頭市場行情當中 適合存股嗎 現在看起來是往 這個所謂的 你剛剛講左邊買進法 但是這次應對到 我們整個大盤格局的 一個表現當中適合嗎 要考量他的殖利率 就是如果你跟這個 剛才有講到十年 其實公債殖利率 現在是三趴以上 那等於是你什麼事都不做 你去買公債 那比起這個買這些股票 如果股票比較差的話 我幹嘛冒這個風險 那這個不太適合去存股 如果他殖利率不夠高的話 好 今天我們待會後面會請 這個鐘哥也好好的講清楚 這存股的迷思 在這一次到底能不能夠用上 現在是時機 還是不是時機 另外呢 還有東森 對 那這個二六一四的東森 他一樣做媒體跟貿易 他的均線就在之前是有一點橫盤的格局 那現在有一點下殺 他在過去一段時間其實是漲相當多了 所以現在大概是一個這個橫盤休息的狀況 那這個是空方的發散 那一樣是偏空的這個狀態 那在偏空的格局出現紅棒 這個你要特別注意一下 紅棒的低點如果再被跌破的話 他還會再往下走一段 還會再走 對所以你就這個這個紅棒地點就把它劃下來 劃下來 如果之後有再破的話 這個還會再走一段 下去 還會再下去 好 所以看得出來 這個均線多空排列法的選擇方法 在你的亂世持股當中去做一些檢視 那可能真的要當機力斷 所以這個時候可能要忍痛了 有些真的比較不好的話 那另外電子股的部分呢 更多了 看起來有弱有強 但是弱的比較多 這怎麼辦呢 對 那我們昨天去篩選的時候 電子股弱勢的比例很高 大概八九 八九成 其實都是弱勢的 因為法人不喜歡嘛 我們找到極檔 其實還算強的 像這個二三五六的音業達 做筆電跟伺服器 那一樣你看這個三條均線 都還在上升 那大盤 如果你把它跟股價放在一起的話 其實大盤是這樣子走的 那他其實是維持一個平盤 那就已經很不錯了 他就是一個還不錯的股票 而且他的均線是呈現多方的排列 那如果你錯過了 最好的買點 其實在這邊 那跟現在其實差沒有多少錢 你大概這幾天還是可以去觀望 觀察一下這種股票 好這是我們看到 的確喔 在這種電子科技股壓力當中 居然可以這樣子穩穩持平的 已經很不錯了 已經算不錯 但也看到很多是投信一直在買 最近好像維新也是 甚至這樣的個股 打出一個微笑曲線的味道 對 那這種股票更是男人可貴 對 你看他這樣子 緩緩地往上走 均線在這個地方開始出現一個多方的發散 今天也收一個還不錯的這個紅棒 那三條均線都正在上揚 可是這類股票 如果你不想追的話 沒關係 就等黑棒 黑棒出現像這樣 黑棒不是出現了嗎 他的高點如果只要被突破的話 他其實就是買點 對 是這樣的交法 所以可以看到如果再一次有一點回到 黑棒出現 就要留意的是買點 就壓回再去買 壓回再去買 所以這是剛剛的在這個底部支撐的 橫向整理的電子股 但是也有龍頭股啊 這龍頭股該怎麼辦 尤其這兩檔更多投資人都在想 我之前可能一直買 一直買 一直買 左邊交易法 我們要有很大的耐心跟很深的口袋 才能去做這樣的動作 對 如果他持續往下的話 那就要關注了 短線如果他真的反彈的話 五跟十均要先黃金交叉 這是第一個條件 那台積電當然因為他跌很多 只要他是ATM 就是沒有錢就刷一下 外資的提款機 對 錢就會出來 所以暫時看不到多方的一個狀態 那一樣 今天是不是出現了紅棒 紅棒的低點只要再被跌破 那大盤還會再往下 還會再往下 對 有可能這種風險 但是 當然不是一堆散戶 或是小資族 可以一直在買台積電 但是他們都透過零股 零股的交易操作法 現在是可以嗎 跟現在的實體去買 這樣的股票差別呢 零股的差別其實就是錢比較少 然後可能螞蟻雄兵 雞小成多 你其實就把他忘記吧 你把他長期 例如說幾年後來看 應該是不會賠錢 所以現在是可以 零股的話可以 對 因為他現在是在一個長期 例如說你把連線或是半連線拉出來看 他都負怪力是相當的大 那你從這個過去的經驗來看 這都是還不錯的買點 好 這不一樣 實體股還有包括零股差別的部分 那大力光的部分到底今天這一個反彈 可以把昨天這個下跌的黑黑吃下來 他這有點特別 覺得他的均線已經有一點糾結了 本來你看在這一大段都是一個很強的空方發散 那目前這幾天他的均線有一點糾結 那可以觀察五跟十天能不能站上去 那五天現在還是在比較低的位置 在這個一六一八嗎 離這邊大概還有這個幾塊錢 二三十塊的距離 如果明天再出現紅棒的話 可能就會糾結上去 那短線真的是可能會有反彈的機會 你看第一條月線開始向上台了 現在就等五日線十日線有沒有機會糾結向上 但是像這樣的個股就是代表 如果你都抱到這裡了 就跟他抱下去了 是這樣講嗎 看起來是比台積電有反彈的機會一些 是 好 謝謝鐘哥告訴大家 怎麼看亂世持股法的交法 告訴你呢 用均線的方式 檢視你手中持股 到底現在你還要不要繼續的跟他抱下去 也有人認為耗下去 但是就像剛剛大力光一樣 今天有很多個股在臺股開低走高當中 把昨天的黑K棒不見得收盤 一定全部吃掉 但是盤中有吃下昨天那根長黑K的 來看看這些個股人氣股當中 有榮鋼 創意 還有跌身的創維 另外呢 加金富喬 臺辦 中砂光照 半導體設備 今天台積電公布營收非常好 這些設備廠就在盤中反而先行的衝高 把昨天的黑K棒給吃下來 個股還有 普瑞 翔碩 金星科 齊鴻 大力光 剛剛有講到他蠻多高價股的 再來呢 則是包括有德綠 耗星 聯勇 這些個股 另外呢 下一頁看到什麼新唐 正德 宏捷科 萬海 還有聯電 這些個股 盤中可以收復昨天黑K 蕙氏姐姐 這能夠收復昨天黑K的 是 看一下 這些個股值得注意了嗎 他有很強的這個續報條件了嗎 對 因為這裡面來說 有的是跌身反彈 有的是破底 以後彈 像我剛剛講的 創維是昨天創新低 創新低今天反彈 所以那種就是乖離修正 但是這裡面比較指標應該是創意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看創意 K線 創意 K線的話 你會看到其實他是前面這一波裡面 他彈起來算是彈得比較有力了 也就是說呢 他把這個前面的這個差距已經拉出來了 所以他就算再有震盪的時候 他只要能夠守在前低附近 他比較有機會會打成底型 所以的話 你的觀察指標要看在前面 已經先上去的股票 他的震盪拉回的幅度 震盪之後有沒有接手 所以我覺得這個比較重要 但是反而是那種破底在彈的 你就把它先當作是跌身反彈就好 這邊就告訴大家 怎麼看今天這種反彈表現 可以把昨天的黑K吃下來的 有跌身反彈的 但是有 氣勢強一點的 這差別是有的 有些反彈是給你賣的 提醒大家 待會回到現場 告訴大家 航運股 今天在臺股當中表現 是反而讓臺股開低走高的領航股 有人說呢 又拿著一堆資金 要去搶爆船票了 為什麼 因為可能塞港惡夢 又要來了 待會告訴你